金宝,你作业洗完了吗? 嗯 在做手杖呀 然后,老师,还有一项作业你没有做呢? 什么作业? 就是让你整理内务,就是叠被子 拍视频,然后上传钉钉上 怎么了? 这种作业呢? 本来就是呀 赶紧的 妈,你看我做的 今天有做的 哇,好漂亮 越来越好看了感觉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边框 这个我写就是奉效了15天 好难受 好吧,来吧,先把这个作业打卡了,行吗? 完了之后再做 我们家金宝以前在四年级的时候叠被子 总是他们宿舍最好的 是的,老师说的 然后随便拿了一个被子 对,拿了一个被子 这是净宝夏天的时候盖的 在学校盖的 然后拿回来了 第一步是先把它怎么着 斩平 对,一定要弄平 然后是 把这个 这个样子 折过来 对,折过来 然后妈妈教你一个窍门 我们学校说的是外三里六 怎么样才能不被它露出来呢 就是现在 净宝叠的这样 中间留有一眨的位置 这样不管你怎么翻 它两边都不会露出来 是不是 对 对 这个 然后放到中间 这个 就直接叠过来 完美 对,学校的被子就是这样叠的 然后那个开口是朝哪儿呢 要看床的位置 对 我们就当这边是墙吧 这边是墙的话 你要开口就要朝这边了 乖 是不是 对,我们现在右边当墙的话 就是靠墙 他们的床 一般都是靠墙的 但如果是靠墙的话 没事 你无论就是 刚刚妈教你的那样 无论怎么弄 两边都不会露出来 你看是不是 只要留有一眨的位置 它都不会露出来 对 先捏棱角 来,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看到没 这边是三层 一 一 二 三 这是三层 然后也来看一下 这边 这边也是三层 乖乖 就是按照刚才妈妈那样教你的 它也是三层 知道吧 嗯 然后它就露不出来了 不管你这样露它 对,两边它都露不出 都是三层 就是学校说的是外三里六 就是外面的是三层 里面的是六层 但是 如果那样叠的话 那个被子出来 特别的窄 特别难看 让静宝给大家弄一下 看看 大家是觉得这个样子整齐呢 还是那个样子整齐 对,这个就是直接把它拉满 两边就是把它叠成一样的 这就是学校规定的 你看 外三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六 这边就看着比较乱一些了 嗯 我们再来叠一下家庭版的叠法 对 这是学校要求这样叠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接着时间 老师说 是吗 是 家里面是怎么叠的 就是 还是那样的 然后家里面是标准的方块豆腐被 是不是 对 之前是这个样子叠的 后来就改成那个 因为冬天 它那个被子太厚了 实在叠不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学校也是为它们着想 怕它们叠不成 就改了一种叠法 因为如果是夏天 你看夏天了就这么厚了 然后冬天它就直接这个样子 翘起来 对 它就压不成了 净宝上四年级的时候 这个被子都跌得非常好 主要是老师今天让 嗯 拍这个视频的原因呢 是因为有好多的新生 它们不会跌 会跌 我们到时候都给他们示范了 都教了是吧 嗯 好 可以 好 现在我们要录老师拍的 那些 让拍照上传的视频了 嗯 好了 那就不跟大家说了 让我们先去拍老师 发布置的视频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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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